分数列项你肯定比较熟 比如2乘3分之1就等于2分之1减3分之1 2乘3分之5就等于2分之1加3分之1 这两个式子一个列差一个列合 虽然有所区别 但都是将一项列成两项 不过在实际计算时 列项本身可不是目的 目的是要通过列项进行加减抵消 从而简化运算 分数列项估计你早就看腻了 在这个视频中 我来讲讲与阶层有关的列项 那啥是阶层呢 比如4的阶层就是从1开始 一直乘到4 那如果我在后面再乘个5 这又等于啥呢 这一简单 其实就是从1开始一直乘到5 因此也就等于5的阶层 如果把5的阶层再乘上6 那就等于1到5相乘再乘上6 也就等于6的阶层 而6的阶层再乘上7 也就等于7的阶层 7的阶层再乘上8 也就等于8的阶层 10的阶层乘上11 那就等于11的阶层 可如果是10的阶层乘上10 它又等于啥呢 这回你就不能正好写成单个的阶层了 不过你可以把它写成两个阶层的差 具体来说 先将10写成11-1 接着再用乘法分配率打开括号 那第一项刚才算过 就是11的阶层 而第二项是10的阶层 因此结果就是11的阶层 减10的阶层 这就是阶层中的列差 既然有列差 那有没有列合呢 答案肯定也是有的 比如10的阶层乘上12 你就可以把12写成11加1 接着利用乘法分配率打开括号 第一项就是11的阶层 第二项则是10的阶层 因此结果也就是10的阶层 加11的阶层 这就是阶层中的列合 根据刚才讲过的列差与列合 你可以解决很多看起来非常冗长的算式 比如这道题 看起来有点麻烦 你要是直接硬算的话 那可就挂了 不过观察一下 不难发现 题目中的每一项都跟刚才举过的列差的例子类似 那咱就试试列差 把第一项中的1写成2-1 第二项中的2写成3-1 第三项中的3写成4-1 后面1次类推 接着打开括号 先看第一项 也就是1的阶层乘2 -1的阶层乘1 前面这项就是2的阶层 后面这项就是1的阶层 因此第一项就是2的阶层-1的阶层 再看第二项 也就是2的阶层乘3-2的阶层乘1 前面这项是3的阶层 后面这项是2的阶层 因此第二项就是3的阶层-2的阶层 后面的1次裂开就是这样 如果你把每一对都交换一下顺序 就会立刻发现惊喜 这两项一加一件抵消了 这两项也抵消了 你会发觉中间这部分全都抵消了 最后只剩一头一尾 那你把结果算一下 就是21的阶层-1 这也就是答案了 刚才的问题 咱是通过列差相消搞定的 不过有的问题 就得通过列合相消来搞定了 比如这题 把第一项中的3写成2加1 第二项中的4写成3加1 第三项中的5写成4加1 后面1次类推 接着打开括号 第一项就等于1的阶层加2的阶层 第二项就等于2的阶层加3的阶层 后面的1次裂合就是这样 接下来去括号 第一项不变 第二项要变号 后面也1次类推 怎么样 是不是又发现惊喜了 这对消掉了 这对也消掉了 后面的1次全消掉了 最后只剩1的阶层 结果就等于1 这里特别提醒你注意 在裂合时 一定要先带括号 这样不容易把符号搞错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 阶层中的列差与裂合 它和分数中的列差与裂合 功效相同 都是列项相消 简化计算 只要你能记住 它们列项的方法就行 怎么样 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的话 就自个动手 试试吧 我的计划 我现在认识 我现在的会认识 我现在认识 我現在认识